歡迎大家收看酒店伺服器 話說有朋友想我們介紹一些抵玩的Staycation Package 剛巧我見到魚人碼頭的萊斯酒店推出優惠 一晚單客房套房再加餐飲禮券 連稅都是900元左右 看起來就挺吸引 先來看看是不是密超所值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萊斯酒店是澳門魚人碼頭酒店裏最特別的一員 地理位置上就在魚人碼頭尾段最近海二海見 萊斯酒店亦是魚人碼頭酒店裏升數最低的一間 只有三星 不過由於位處於魚人碼頭 所以它的交通也尚算方便 萊斯酒店的設計風格主要以18世紀的維多利亞作為主題 主要的特色就是華麗堂皇 而且帶點宮廷氣排 例如酒店中央有一條半迴旋的古典樓梯和水晶吊燈 今次我們入住的房間在二樓 要注意單客房套房一層樓只有兩間 訂的時候就要留意 先讓大家看看房間的情況 後便會講完 二樓梯和水晶吊燈 四樓梯和水晶吊燈 後便會看完美 另一間房間有多 偏向古典,另一種說法可以說它有點舊 因為房內有大量擺持和藝術品 再加上大量地毯和暖色吊燈 感覺就像時光倒流70年 由於萊斯酒店是一間三星級的酒店 所以酒店沒有配備泳池和健身室 不過因為它是愚人碼頭酒店群的一員 所以 主客可以使用麗亭海景酒店的健身室和游泳池 麗亭海景酒店的游泳池是實內泳池 設計風格有種羅馬浴場的感覺 而健身室的格局是偏小的 器材只能說是僅僅夠用 今天我請了英俊的小提琴手Carl 過來試試健身室 一請 做完運動大家都同餓了 於是就找了我的好朋友Nicosia 一起試試最近在社交媒體 很熱 位於麗亭酒店的梭達佛 梭達佛主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澳門作為背景 而且找了 MasterChef Canada其中一個主持 全磨Alvin Lern來做監製 味道上 真是令人期待 環境方面的確是營造了一款復古的感覺 價錢方面 中高價位 我們五個人吃了2300元左右 現在就讓大家看看我們吃了什麼 呀啦 內施酒店的優惠套票 總結,萊斯酒店的優惠套票可以說是佔盡了價格上的優勢 雖然只是三星級酒店,但它的地理優勢令它成為最便宜最近海的澳門酒店 房間的質素不錯,不過因為房間比較舊,有很多細節都需要保養 例如無USB插頭,浴缸水龍盒會漏水等等 至於最近打卡大熱的梳打法,味道上屬於中等偏上的水準 環境方面都比較Chill,但價格上我會覺得比較貴 五分滿分的話,我會給萊斯酒店3.51分 如果想試著魚人馬頭和外兩間酒店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